台湾受邀参加此次民主峰会在国际社会引发热议 对此美国的国会议员怎么看 另外随着美台关系迅速升温 两党议员对于台海安全局势又有哪些新的表态 有关这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现在就联系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一华 一华你好 视频长你好 一华我们之前也报道过很多的国会议员 对于这次台湾受邀参加民主峰会是表示赞赏 那么他们究竟希望台湾在这样的一个论坛上 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就如同您刚刚所提到的 国会两党其实一直以来都对台湾的议题相当的支持 那么对于这次拜登总统邀请台湾参加 今年的民主峰会这样的决定 国会的民主共和两党也是相当的支持和赞赏的 那么国会议员是认为说 这个决定是对台湾的民主发出了一个相当积极 而且具体的一个信号 那么也是美国力挺台湾民主自由体制的一个重要的象征 那么就在刚刚稍早连线所提到的 这个台湾方面呢 是由这个行政院的政务委员 也是台湾的这个负责数字 这个台湾数字部长唐凤来出席 这个以及台湾的这个助美代表 小美琴来出席参加今年的这个峰会 那么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台湾呢 现在这个议题的有关内容 包括台海的安全局是可以说是国会当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显学 不管是哪一个州或是哪一个这个委员会的这个国会成员呢 基本上都对于台湾的这个议题呢 相当的这个关注 那么在我们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台湾的这个代表呢 将在峰会的第二天来出席这个讨论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也询问了多位的国会议员 询问他们这个希望台湾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民主峰会这样的一个交流平台上 传递什么样的讯号 或者是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么国会议员是表示说呢 他们期许呢 台湾能够继续的维持自由的社会 还有自由的市场经济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个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梅嫩德斯呢 也还表示说呢 这个台湾呢 是一个相当繁盛的民主社会和这个自由市场经济 那么也是一个世界上真实的一个民主的成功的故事 那么梅嫩德斯认为呢 他这个台湾呢 应该是一个值得这个台海两岸 所有人民骄傲和珍惜的地方 那么他也强调说 国会方面呢 是相当珍惜台湾的成就的 那么此外呢 还有许多的议员 都一再的这个 在我们的访谈过程当中 都再多次的强调 美国国会相当的重视 与台湾的伙伴关系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段 这个稍早的采访的片段 今天国会议员 对于这一次的这个民主峰会 台湾或要参加 有什么样的期许和看法 我希望台湾可以继续 做什么它在做 这就是要参加 成为一个好友调 一个好友调 的美国 他的英国警察网出姓国 这是很 prime的政策 特首达国的创妥 是届于自己的理想 结果终于中有条件 storm Daman 跟亲爱的親ions 一方onds 是一位亲友和亲友的朋友 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恐惧的台湾 他们恐惧的台湾 因为台湾是一位照片的 如何人们能平均与自由 人们的台湾生活得越多的 越来越自由 越来越能力 提供孩子 多的1.3 billion人 很多人在中国共产的患者 那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不爱台湾 因为它显示威力的自由市场 它显示威力的自由民主 我认为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可以 去站在台湾 是一个重要的证据和平衡 对中国共产的抗产 我们认为台湾的朋友 我们最当然要平衡 我们要他们要留意 是从这次台湾受邀参加民主峰会 还有两党的议员在这个问题上 所表达的赞赏的态度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两党在台湾问题上 确实是凝聚了高度的共识 那么一华这样的一种共识 有没有延伸到对于美国常年 所奉行的这个所谓的战略模糊政策的讨论呢 国会方面在这个问题上 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说法 是的 平常就像您刚所提到 这个战略模糊的这个政策呢 美国常年以来对在台海的这种 军事问题上或冲突问题上 所奉行的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呢 可以说是现在呢 国会当中相当热门的一个话题之一 就像我刚刚稍早所提到的 这个在国会里头呢 这个两党议员对于台湾的意图 相当的重视 包括了在目前台海的这种安全局势 那么许多议员都认为说 这个北京现在对台湾的这个威胁 和这个胁迫呢 已经使得台海这个地区呢 成为了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也是这个世界上少数几个 可能会因为误判而引发战争 或是为全球带来这种灾难性后果的地方 因此呢国会方面是认为说 这个美国对台湾人民的承诺 现在必须非常的明确 也必须确保台湾有空间 在不受威胁和这个使用武力威胁的情况下呢 能够决定自己未来的前途 那么这个稍早呢 就是我们也采访了这个多位的议员 询问他们说 现在那既然台湾已经和美国之间的 这个联系和这个伙伴关系 已经发展到这个相当密切的程度 那么是不是现在是时候来考虑 战略模糊的这个继续的可行性 或者是美国是否该重新考虑 目前所执行的这样一中政策的看法 那么议员呢 他们大多是表示这个 他们还在衡量目前的这种情况 我们接下来听听 这个国会议员在有关的问题上 怎么说的 对于台湾的既然是有关的 有关的问题上 有关的问题上 也有关于台湾的不正常 正在这种情况下 是否则更好的方法 是保护我们的安全贷款 和隐身体的确和主义 和德州的保护 还是否则是否则的 或者是否则是否则是否则 或者是否则是否则是否则 或者是否则是否则 是的 包括其实在我们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 许多议员基本上一直重复地强调是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和平稳定 才能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那么事实上在星期三下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召开了一场相当重要的听证会 谈论的就是美国未来对台湾的外交政策 那么在今年9月份才正式上任的新的国务院的负责亚太事务的亚太助亲康达 在听证会上是表示美国持续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任何作为 也呼吁台海两岸的分歧是以符合台湾人民意愿 以及最佳利益的方式来和平解决 那么这个看得出来不管是在行政部门还是在国会两党 对于这个台海这个稳定的局势都是相当的关注 那么有关于战略模糊的这个讨论 这个两党也是持续的在这个进行协商和这个考虑 那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关注 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了解到的情况 听张 好的 谢谢一华的连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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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